升級論證 港股來到這一刻就落到18時以下 但是個股方面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炒作空間 今天給大家一隻有炒味的股份小米1810 為什麼會炒小米呢?因為接下來雷軍 星期五7時就會有個演講 晚上的時候 看看他到時會講些什麼心路歷程 這樣那樣 重點是什麼呢?大家都炒開都知道了 雷軍一出來他演算很厲害的 股價通常都會有反應的 我們就可以在這一刻 星期四五做一個超前的部署 讓他在演講前先爆停上去 做一個希望可以抓到的聲浪 還有接下來星期五那個演講他都會有個新手機出來的 變得車之外都還有手機 看看這一轉小米可以走到多遠 還有重點是什麼呢?因為始終小米由高位20元 都回到最近的低位16元 都回落了差不多兩成的一個空間 變得薄反彈都有一個直撥率在那裡 今天選一隻叫做短生爆炸call給大家 既然我們也是炒了兩天的話 星期五有短生爆炸call的 編號就是21162小米的call 行使價就18.9 短生9月底到期了 兩個月左右的一個時間 引申報復就40多的 40啦 實質桿桿10倍 OK 都是薄他這件事爆上去的時候 我們就賺盡這個聲浪